各位朋友大家好 先跟大家報告,我又到台灣了 去年11月份的時候我到過台灣一次 那次是收邀請來觀摩台灣的九合一選舉 也就是台灣各級地方政府的行政首老和民意代表的選舉 這一次本來是來做另外一項工作跟選舉無關的 結果一下飛機一看手機就發現一場新的選舉 現在又正式拉開了帷幕 這場選舉是要選台灣的總統和立法院的議員 是台灣最高級別的選舉是一次大選 今天我就來談一談我對這次大選的看法 台灣過去已經經歷過六次民眾直選總統和立法院的議員了 政黨輪替、政府換屆 這是民主社會的常態,沒什麼大不了的 有什麼好說的呢?但是我告訴大家 這一次的選舉跟以往不一樣 這一次的台灣大選是關係到台灣的前途 命運的、生死存亡的一次大選 是關係到台灣民主制度生死存亡的大選 也是會影響中國的命運和前途 中國大陸的命運和前途 是影響到中國習近平當局的生死存亡的一次大選 為什麼這麼說呢? 我來給大家分析一下 台灣這個民主政體跟世界上其他的民主政體有一點不一樣 其他民主政體分兩個陣營 左翼和右翼 怎麼劃分的呢? 是以這個陣營的 它到底是傾向於維護中下階層的利益 還是更傾向於維護中上層的利益 如果是他們更傾向於中上階層的 那麼它就是右翼 如果是更傾向於中下階層的 那就是左翼 台灣呢不一樣 台灣呢它有兩個陣營 是統獨兩個陣營 統派呢也叫做藍營 這個獨派呢也叫做綠營 它是以一個標準 就是是否承認台灣有人民自決權 是否承認台灣人民有它的權利來決定自己 是不是跟中國大陸統一 是以這個標準來劃分的 那些認為台灣老百姓沒有這個權利 必須得跟大陸統一的 現在或者是將來必須統一的 這叫做統派 也叫做藍營 說台灣有權力獨立的 這個無論是現在還是將來都有權力獨立的 這個叫做綠營 叫做獨派 是以這個來劃分的 所以說每一次選舉當中 這個統獨議題都是一個主導性的議題 其他的民生問題 民生議題 反而是顯得不那麼重要了 這次大選呢 同樣也是以這個議題 將會是主導 因為這個國家認同 這始終是最重要的一個問題 但是呢 現在當然台灣也出現了一個 叫做第三勢力的 叫做白色勢力 那就是以柯文哲為代表的 這麼一批人 他們說我們不談統獨 我們就談民生問題 那麼這一次呢 柯文哲也有可能會參加台灣的總統大選 極有可能 那是不是會改變這個兩大陣營的這個狀況呢 我覺得不會 為什麼呢 因為過去啊 他只是在地方政府的層面 選台北市長 這個層面上面 他可以不談統獨議題 不可以選 可以不選邊站 他說我們就搞民生的問題 就搞經濟 但是 一旦他參與這個總統的大選 他就必須得談這個問題 因為一個國家的首腦 你必須得知道你這個國家是什麼 你這個國家向何處去 所以他必須得表態 那麼一表態呢 要不就偏藍 要不就偏綠 所以說他必須得選邊站 選得不好 他有可能被兩邊夾擊 變成邊緣化 所以這次柯文哲的這個選舉啊 雖然他的人氣現在還不錯 但是呢 我告訴大家 絕對不可能選上 因為總統他必須在這個問題上表態 而無論他怎麼表態 他要不就落入藍營 要不就落入綠營 沒有中間派 他必須得輸 那麼 回到這個話題 為什麼我說啊 是關係到台灣生死存亡的呢 統獨議題過去一直存在 現在有什麼不同呢 我告訴大家 現在的不同 是因為啊 中國大陸的因素 中國大陸這次 對台灣這次大選呢 非常的重視 是因為中國大陸啊 覺得這次大選 台灣的大選 關係到他們自己的 重大的利益 甚至是啊 關係到他們的生死存亡 從習近平政權講起啊 習近平呢 在過去的 他執政的這六七年的時間呢 大家都已經知道了 他是滿盤皆疏 所有的內政外交 是全面的失敗 經濟現在啊 是一落千丈啊 現在瀕臨崩潰 那麼外交上面呢 現在已經遭到了 全世界的這些啊 西方民主國家的 這個聯合的圍堵 美國啊 拉著他打貿易戰 把他打得抬不起頭來 毫無招架之功 而且他的過去的那些 亞非拉的老朋友 小兄弟 現在啊都紛紛的拋棄他了 連巴基斯坦跟中國啊 跟中共啊 他發現幾十年的老交情 現在啊都翻臉無情了 所以他全盤失敗 所以習近平當局啊 他在中共黨內的 和這個中共軍隊內部的 這個威信呢 那現在是一落千丈 他的地位啊 也是積極可為 不要以為啊 他現在啊 大權在握 那他就可以有 這個高枕無憂了 不是 那權力越高 人呢 他的這個危險就越大 當你沒有了威望的時候 那麼這個時候啊 任何人 底下一大群人 都在啊 伺機反撲 要把你拉下馬 要把你啊 碎屍萬斷 這就是專制政權的可怕之處 那麼習近平呢 他靠什麼 來維持他的統治 習近平他本人呢 他不僅僅是一個普通的 像胡錦超那樣的 這種弱主 說我幹幾屆 到時候混完了啊 就把這個棒子交給人家 結果傳話 後面呢 我下台之後啊 哪管洪水滔天 他不是這樣的人 他還想啊 建立一個個人獨裁的習家王朝 他已經修改了憲法 要終身的 要當國家主席 要把他的習家王朝要建立起來 搞個人極權獨裁 要想當金正恩那種啊 北朝鮮式的那種啊 領導人 所以他現在呢 面臨著這麼一個危局 而他的理想啊 又是啊 那麼的宏大 又是啊 那麼的這個 這個對自己啊 自我忠心 那麼怎麼辦呢 他整個怎麼樣 才能夠啊 挽回這個在全黨全軍的裡面的這種威信呢 現在其他的地方啊 他都已經不可能得分了 經濟現在已經是不可能再挽救了 因為這是個結構性的問題 這是過去40年 中共的各大權貴家族 包括習近平家族 他們已經把這個經濟完全掏空了 已經沒有回頭之路了 只有崩潰一條路 那麼外交上面 國際政治上面 他們也已經沒有挽回的餘地了 因為現在全世界都已經意識到了 中共對世界秩序的這個巨大的破壞作用 所以說已經不相信他了 那麼現在他只有一個地方可以得分 那就是在兩岸關係的這個議題上面 在統獨這個議題上面 在台灣問題上面 他可以得分 中共過去啊 他們的這個 就是執政的這個基礎 合法性 過去是主要是在兩個問題上面的 一個就是民族主義 一個呢 就是經濟至上 那經濟至上現在是不能講了 所以說他要講民族主義 而民族主義呢 他又不可能去打美國 又不可能去打俄國 或者是日本 那麼現在只有一個辦法 就是統一 統一台灣 這是他習近平這個當局啊 他要是想繼續幹下去 這是他唯一的生路 那麼台灣怎麼統一呢 一個是合統一個是武統 無論是合統還是武統 它都要依賴於一個條件 那就是啊 在台灣的親共勢力 甚至是台灣啊 中共在台灣的臥底 中共在台灣的棋子 他們呢 能夠掌握台灣最高權力 成為台灣的三軍統帥 那如果是這次大選 如果是綠營勝啊 無論是蔡英文還是賴清德 無論是他們誰勝了 那麼他們肯定是不可能合同 不可能說啊 我平白無故的啊 老老實實的 就把台灣呢 交給中共 這是不可能的 因為這是和他們最基本的理念 是他們呢 支持者是絕對不能夠接受的 那麼武統呢 如果是綠營的當選 也沒有可能性 因為以台灣現在的這個軍力 如果是這個三軍統帥 下定決心要保衛台灣 時時刻刻警惕中共啊 這個武裝入侵 那麼 中共啊 是沒有可能 偷襲成功 中共啊 是沒有可能 把幾十萬的解放軍呢 讓他們渡海 渡過台灣海峽 登陸台灣海岸 這是沒有這個可能的 台灣的軍力足夠阻止他們 同時呢 台灣的 還有美國 還有日本 和所有的這些西方國家 各種各樣形式的援助 到時候美國啊 直接軍事干預 都有可能 只要台灣政府同意 所以說呢 中共啊 是在這次選舉當中啊 它是一定要啊 竭盡全力來阻止 綠營的人當選 那麼難贏的呢 如果是他們 推出了一個啊 中共極端的親共派啊 中共在台灣的這個卧底啊 很久之前就在台灣 佈下的這個旗子 那麼形式就完全不一樣了 現在台灣呢 裡面呢 有很多人啊 在談論呢 說說我們要簽訂一個協議 跟中共的這個 兩岸和平友好協議 大家都知道 這個簽訂這個協議啊 在中共歷史上啊 就從來啊 就沒有遵守過這樣的協議 中共過去跟西藏簽訂過和平協議 結果呢 沒幾年 就把西藏的達賴喇嘛啊 這個趕走了 把西藏的這個老百姓呢 給鎮壓了 殺了上百萬的人 中共跟國民黨也簽過協議 結果很快就挑起了內戰 把國民黨這個逐出了大陸 那麼現在國民黨又要這個南營啊 又要跟中共啊 來簽訂這樣的協議 這不就是自尋死路嘛 不僅僅是如此啊 一旦中共啊 把他們推舉的這個旗子啊 這個臥底啊 或者是極端的輕功牌 推上了總統的那個寶座啊 讓他當了當了三軍總司令 那麼中共啊 首先第一步 肯定就是要推就是要推進了 和平統一 和統啊 簽訂這樣的協議 還有其他的一系列的動作 這就是和統的動作 但是和統呢 他也會遇到相當大的阻力 因為台灣畢竟 已經實行民主制度這麼多年 台灣的老百姓肯定是不想和中共啊 來進行和統的 所以說呢 他會啊 這個 最後和統到一定的程度啊 推進到一定的程度 他們肯定會受到阻力 受到阻力會怎麼辦呢 那個時候啊 就是武統 武統呢 如果是啊 他們的自己的人 是在台上的 是當了三軍總司令的 那麼就可以滿足他 就是武統的幾個條件 首先呢 武統他要獲得台灣的這個軍事情報 軍事情報 軍事機密 獲得了這些機密 他們的飛彈呢 就可以準確的打擊台灣的這些 這個防守的那個陣地 打擊啊 台灣的這個空防的陣地 那麼摧毀了這一部分之後啊 他們的這個戰機啊 只需要七分鐘 就可以啊 飛越過台灣海峽 所以他那個三軍總司令啊 親共的三軍總司令啊 只要把台灣的軍隊啊 讓他們延遲幾分鐘反映 那麼台灣戰局啊 就會向著有利於中共的方向發展 台灣的防空力量 台灣的這個制空權 很快啊 就會喪失 那麼一旦制空權喪失了 中共的成群結隊的鋪天蓋地的那些大小軍艦 就會帶著幾十萬的解放軍渡海而來 那個時候啊 才是台灣的這個厄運的開始 台灣就會落入中共的魔掌 台灣人民將來就會享受到 中國人民現在能享受的那些待遇 什麼待遇呢 既沒有醫保啊 也沒有這個真正的免費的教育 也沒有啊 這個啊 公平的養老的機制 所有的人都給中共做經濟奴隸 做奴工 這就是我們現在中國大陸的現在的情形 那這也是啊 一旦中共的這個啊 他們的傀儡 他們的這個棋子贏得了台灣大選之後 台灣人民所要啊 面對的一個處境 所以這一次的選舉啊 那是一場啊 生死大戰 它不僅僅是普通的政黨人替政府換屆 也不是普通的統獨之爭 那這一次是關係到台灣的生死存亡的一次大戰 是關係到民主自由是否能夠在台灣延續的一場生死大戰 所以希望台灣的選民呢 搭行十二分的精神 投入大戰 那也希望大陸地區的 希望全世界的華人的朋友 只要你們是贊成民主自由的這個價值觀的 只要你們是想推動未來中國民主進程的 只要你們是反對中共的專制獨裁的 大家都一起來為台灣吶喊 一起為台灣駐圍 一起來守護台灣 那今後呢 我會做一系列的視頻來探討啊 這一次啊 這個大選 它的一些戰法 那麼我也會跟台灣地區的朋友啊 提出一系列的這一方面的建議 這一次的大戰啊 在這次選戰呢 在各個方面和以往的選戰不一樣 前面我是講的重要性 那麼今後啊 我還會講 這一次它的這個選戰的打法 跟過去啊 也會不一樣 選戰的戰場呢 這個跟過去不一樣 重點跟過去不一樣 戰略戰術跟過去不一樣 我會做一系列的小視頻 我們來探討 一起來探討 一起來啊 學習這個問題 好謝謝大家 今天講到這裡 再見